九十一、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 仍改增對資產管理行業的影響 2015年7月22日金貝理財十一馬群英馬群英民金融業 仍改增可能採用的改革方案 十二五規劃剛要明確指出擴大增值稅徵收範圍 相應調減營業稅等稅收 2011年11月17日 經國務院批准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營業稅改正增值稅試點方案 確定了統籌設計、分佈實施、規範稅制、合理負擔、全面協調、平衡過度的改革原則 方案規定了金融保險業原則上適用增值稅簡易計稅方法 為推動改革有最開展 在現行增值稅百分之十七標準稅率和百分之十三低稅率基礎上 新增百分之十一和百分之六兩檔低稅率 在計稅方式上 明確金融保險業和生活性服務業 原則上適用增值稅簡易計稅方法 金融企業具有經營規模大、業務模式複雜、網點分布廣泛、 客戶數量龐大、增值額較難確定、高度依賴信息系統等特點 因此金融企業在實施營改增的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將更為複雜 在業界討論中 目前銀行和保險業呼籲採用一般計稅法 在稅率選擇方面 如果採用百分之十一的稅率 則存款利息支出形成的進行稅額允許抵構 如採用百分之六的稅率 則存款利息支出形成的進行稅額不得抵構 證券行業傾向於簡易徵收 但稅率未定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的規定 小規模納稅人採取簡易辦法徵收 稅率百分之三 因證券業不符合小規模納稅人條件 本文按照百分之六的稅率對證券業測算 資產管理業務形改增可能的實現形式 一、銀行業最終可能採取一般計稅法型改增的初衷 是完善增值稅底扣鏈條 減少重複徵稅 促進社會專業化分工 但時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方案規定 金融保險業和生活性服務業 原則上適用增值稅簡易計稅方法 按照簡易計稅方法不能解決重複徵稅問題 有培於初衷 簡易計稅方法一般適用於會計核算不健全的小規模納稅人 而銀行業的財務會計體系較為健全 產業鏈條長 雖然一般徵收方式成本較高 但運用增值稅的抵扣機制總體上有助於降低銀行運行成本 提高專業化運行程度和經營效率 促進銀行更好的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但儲蓄存款利息支出作為銀行業最大的成本支出 及肯難獲得對應的增值稅專用法票用於抵扣 不者建議銀行業營改增採取一般計稅法 適用6%的稅率 二、現有稅收優為原則想繼續保留十八屆三中全會 將穩定稅付作為完善稅制的要求 業界一般理解為基要保證企業的稅付不要大幅增加 又要保證財政的相對穩定、營改增改革之初期也確定了改、減、留、保的原則 改就是將目前企業繳納的營業稅改為增值稅、減就是通過稅率、出口退稅等制度設計 實現結構性減稅 留就是原來享受的優惠政策原則想繼續保留、保就是收入歸屬不變、保地方的既得利益 因此,不者認為支管行業的營改增將在充分考慮目前操作實際的基礎上開展 應稅範圍不會出現實質性大幅變化 3、明確銀行理財的定位雖然由於商業銀行法的限制 銀監會稱銀行理財是委託代理關係 但從法律關係上看,銀行理財業務本質上是一種信託關係 可能將在商業銀行法修訂中考慮放開銀行從事信託業務 現在因為銀行理財產品法律地位未被認可 通過信託計劃或勸商資管計劃實現信託關係 銀行理財產品指示委託人實現一定經濟目的的管道 受益人最終負擔的稅收不應高於由受益人親自管理的稅負水平 銀行資產管理業務仍改增涉誰視而銀行、證券、保險和信託等公司均可開展資產管理業務 在現階段主要體現為理財產品的形式 資管產品按照保本性質或分為保本產品或非保本產品 保本產品因資產和負債均納入銀行表內核算其稅務問題並入金融產品 本文將集中討論非保本產品營改增的涉稅是而在理財產品營購和對付形態上 可分為資金類和實物類、含實務選擇權、兩大類產品在收益歸屬上 可區分為屬於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和客戶收益 一、銀行中間業務收入部分將納入營改增商業銀行通過理財產品收取的 產品管理費、財務顧問費、銀行等是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 屬於應稅勞務的徵稅範圍在營改增過程中將受到影響 在目前理財業務的實際運行中 銀行所收取的中間業務收入將由繳納營業稅改為增值稅 但是、銀行為此所支付的人力成本、手續費支出等則很難獲取 增值稅專用發票抵購進行稅額 理財業務中間業務收入所面臨的稅務負擔都將高於目前按照 百分之五屆徵營業稅及附加的稅負水平 2、資金類資管業務客戶收益部分將維持時實免稅在營業稅制下 對投資收益要徵收盈業稅 理財收益是否應是同投資收益繳納稅款 稅務目前未有明確的規定 在應稅主體方面 金融保險業營業稅申報管理辦法 國稅法20029號 並未將信託計劃、資管計劃等理財 在體形式列為營業稅納稅人 因此建議不應納入營改增範圍 3、融資方式相對成本變化營改增之後 各融資方式的相對成本發生變化 不者初步分析發行債券 資管計劃方式的融資成本將不會受營改增影響 在一般計稅法下 如果名義利率不變 銀行貸款成本將會相對降低 債券屬於金融投資品 在理論上 金融投資類業務不進入流通環節 相關稅付也不會流轉至下一納稅環節 因此一般認為不應繳納增值稅 在實務中 債券可以自由交易並且可能較為頻繁 買賣雙方每筆交易都相互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是不現實的 如果買賣雙方之間不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 因此與目前操作模式保持一致 其融資成本不會受營改增影響 銀行貸款在一般計稅法下 假設允許抵購 企業融資成本將會相對降低 假設銀行目前貸款利率為5% 因營業稅時價內稅 通過以不含稅價為基準進行比較 因營改增會形成一部分的進行稅額供企業抵購 企業的實際融資利率將會降低 對涉及實物的資管業務 無可能影響信託成本在當前稅收實錢下 由於資金信託計劃在實務中事實免稅 信託公司無法開具營業稅發票或增值稅發票 實物交割下手億人無法取得信託公司開具的營業稅 或增值稅專用發票 在稅收理論中 一般將實物交割時同銷售 如果本次營改增要求信託公司 就信託業務繳納營業稅或增值稅 則信託產品向受益人以實物形式的分配信託利益時 將繳納相應營業稅或增值稅 增加信託成本 5、收息業務向交易業務轉營業界對金融投資品不納入增值稅 稅稅範圍有較為廣泛的理論共識 並且在實務中不具備實際落地的操作性 為應對入後可能對利息收入的從嚴徵管 將會促使資管計劃通過交易結構設計 將收息業務向交易業務轉營 提前做好稅收籌劃 6、說服對各行業之間公平競爭的影響 在目前的營業稅的稅收政策下 銀行、證券、保險和信託行業所開展的資產管理業務 均稅繳納營業稅 對於機構從事資管業務的中間業務收入 均按照百分之五屆精營業稅 對於可能涉及的企業客戶的融資成本 均按照具體交易資產的營業稅繳納要求應稅 因此各行業之間資管業務 不會因營業稅差而影響公平競爭 在營改增案行業推進過程中 在未對資管業務出台統一的稅收政策之前 銀行、券商、保險等機構開展的資管業務 將遵從各自行業的營改增政策 因各行業營改增後適用計稅方法和稅率可能不同 進而形成稅負差異 影響行業之間的稅負公平、中想、不者建議 1、銀行保險業營改增採用一般計稅法的方式 但諸多成本無法獲取增值稅專項發票抵購 在實務中可抵購項目偏少 建議適用6%稅率 2、營改增後 在投資收益免稅的情況下 債券和資管通道的融資成本不會影響 在一般計稅法下銀行貸款的成本將會相對降低 2、進而影響理財資金基礎資產的定價策略 3、未與籌謀 提前規劃,主動將收息業務向交易業務轉型 4、在營改增細節明確之前 為防範稅收風險,謹慎開展以實物交割或實物選擇權交割的資管業務 5、建議銀行、保險和證券等行業的資產管理行業適用相同的計稅方法和增值稅稅率 促進行業之間的公平競爭 本文作者、馬群英、作者單位、中國郵政處中銀行總行資產管理部 本文觀點僅代表其個人觀點與公職單位無關 編輯 黃方艷 如有任何問題聯繫網v at 2102.com